有請龍部長 請龍部長 憲委員早安 部長早 這個 有個被稱為文化創意教父 之稱的這個英國經濟學家 葉翰霍金斯 前一陣子來台灣 他特別提到 台灣的機會很有限 一定要認真思考自己的優勢是什麼 而且要有長眼的計劃及驗鏡 台灣的優勢是什麼 文化創意的這個方面 部長你認為 這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 可能是哪些 台灣現在在很多的種類裡頭 包括電影 包括流行音樂 甚至包括公益這一方面 它比較強的部分它的優勢 還是在它的創意面 它比較弱的部分 是你從創意面出發 然後到最後進入市場 然後變成產值 也就是文化的價值變成產值 中間有很多的工業的環節 部長 這個環節比較弱 部長 部長可能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已經問的是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 我再給你一點提示 厚金斯他特別提到 台灣曾以全球華人文化領導者之績 那是1949年政治特殊情況所產生的優勢 那現在已經快失去那個優勢 所以他勉勵我們 你們要努力思考現在的情境 及氛圍是什麼 趕快把優勢再找出來 找回來 我要問的是這個 而不是你剛剛講的 其實 如果我們還在談 一直把什麼中華文化這個 他談的是這個吧 其實政委員中間沒有 並沒有矛盾 我剛剛是說台灣 所以它的優勢是它的創意面 那它的創意面 跟它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它是一個真正的貨真價實的公民社會 是文化創意產業 當然是創意啊 當然是創意 我們談的就是文化創意啊 那它的多元文化 它的公民社會作為基礎 因此才會有它的創意端是最充沛的 可是它的工業端不夠 所以它的優勢是它的創意端 那它的創意跟它的多元文化也很有關係 它是真正的多元跟開放 很有關係 從多元文化 從多元文化 台灣 台灣這個原住民組的文化 這個音樂 藝術 在台灣來講 或從國際上來看 它是不是可以 被輔導 或成為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之一 政委員理想上 我覺得原住民的文化的元素 跟它的內涵 應該 被我們 福島跟 強壯 強化到 它應該進入我們的主流社會 變成我們的主流社會的創意裡頭的最重要的元素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不夠 我們做的不夠 那它比較弱的部分呢 是你比如說我們在長期的在福島 台東的原住民部落區的工藝的創造 可是在那個部分呢 它又是僅限於它的地方 地方的小圈圈子的創作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我們如果把現代的元素帶進去 那總而言之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是 把國際的 把讓我們的原住民的創作者 跟國際有更多的銜接 那然後也試圖讓原住民的 創作的語言跟它的元素 是如何可以更大量的進入我們的 所謂的主流社會的那個價值觀裡頭 這個是我們文化部覺得 我覺得最重要的任務 在去年 5月31號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在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 正對文化創意產業 這方面的一個 這個在尋答 當時就發現 我們文化部相關的同仁 包括當時這個部長 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創意產業 一直有一個 這個一個錯誤的一個想法 以為那是既然有行政 原住民族委員會 對 那應該是他們 那在經過我們的一個 交換意見之後 因為從文化創意產業法 這樣的一個法 然後主管機關就是文化部 在那個一個前提之下 所以部長後來也認為 確實應該文化部 要去特別去關注這一塊 這個你還記得嗎 對當然 所以我是建議這個 文化部 文化部絕對不能說 因為有原民會 所以在我們的扶植的對象 裡頭是排除原住民的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文化部 在推動這個文化創意產業 當然你們之前有這個第一期 第二期的計畫 那第二期的計畫 即將在這個年度 就要結束了 你們有沒有一個後期的相關的中長城計畫 我們您指的是 文化創意產業 對 你們本來有一個第一期第二期的計畫 那第二期計畫到今年度要結束了嗎 是 你們有沒有一個 我知道您的意思 有的 後期的計畫 有 就是說以前是透過您剛剛所描述的方式 在有文化部之後 我們作為這個政策的整合 在我們變成全面性的價值的產值化 以這樣的一個目標在進行 在這樣的一個中長城計畫 是不是這個 我建議 文化部要特別針對 原住民族的文化創意產業 要有一個輔導 要有一個賠力 要有一個協助 尤其是相關預算的一個匡列 然後協助去推動 跟政委員報告 在去年 去年度 我就曾經 在上一個會期 我曾經 交代我們的 綜合規劃師 要把文化部 他擅置在各個部門裡頭 對於原住民的扶植 把他資料全部搜整 全部要匯整到 中規市的一個窗口來 否則如果沒有這種數據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 你對於原住民的輔助有多還是少 或者是偏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個計畫 我們已經在 我們已經在 已經落實了 你剛剛提到的原住民的補助 尤其是文創方面補助 你比如說 我們的統計就很清楚 在去年年度 我們總共有扶植了15個原住民的計畫 就是在文創 微型文創的產業上 數字並不大 但是想跟有15案 那總共大概是七八十萬的這樣一個預算 那但是這個主要是跟這個委員是說 我們對於原住民的重視 是把他挑出來 以免他 就是他就淹沒在我們所有的業務裡頭 看不見不知道他的走向 這個事情我們是有注意的 對你必須在整體的規劃計畫裡面 要有一個整體性的一個輔導 提例 甚至這個相關預算的一個協助 這個部分 因為從這段時間 跟你們要一些資料 看起來還是需要去加快 看起來你剛剛講說 交代給中和規劃師 好像還是要去加快這個腳步 因為我要的資料 當然還沒有給我 所以這個部分 表示還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我們馬上提供好不好 這個剛才提到這個公司基金會 這個董事難產 這個根據公司電視法 公司電視法第15條 董事會的執掌 他要你核定年度的計畫 要審核年度的預算還有結算 那現在沒有董事會已經這麼多年 這個這些工作怎麼處理 年度計畫年度預算 公司的這個沒有董事會啊 對 所以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現在應該都是董事長在執行 是董事長在執行 這個 因此鄭委員我同意 現在董事會無法產生 我們是一個笑話 因為我們原原住民族電視台啊 也受到很大很大的影響 對 因為國家的政策 國家的法律 是要把原民台 移給這個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 對 但是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移過來 它也被卡在這個程序裡頭 對 所以這個部分啊 這個 既然 董事長可以 前前處理這個事情 有關原住民族電視台 移播到這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這個董事長是不是也可以做決定 嗯 鄭委員 這個必須 因為這屬於真正的重大的決策 他無論如何都應該要 法律 經民族 經過董事會 那個 部長的決定 另外就是鄭委員 我相信您一定也同意 就是說 當 我們也希望 就是原民台 當他重新運轉的時候 他的內容是好的 部長 因為這是 可能你不是很了解 相關的法律 啊 回去部長 還有我們師長 在整個好好的去 就原住民族教育法 就原住民族基本法 就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的設置條例 這三個法 好好的研究 國家的政策 國家的法律 已經明定 這個基金會 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 他的成立 就是要經營管理 原住民族電視台 怎麼可以還要受制於別的一個董事會 這個部分 這個很清楚 如果是你的話 你怎麼說 我還要受到別的基金會的董事會 然後因為他沒有難產 就從法制面 就從法制面 來去看這個事情 你們回去研究 好不好 可以 好 接下來 這個文化資產保存法 這個第五條 特別規定 文化資產 跨越兩個以上的直轄市 縣市轄區的時候 其地方主管機關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上訂商訂 如果跨越的話 有兩個線 跨越兩個線的話 兩個線要協商 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指定 在屏東啊 屏東在去年一月公告了一個 細海觀音比自然保留期了 他就是所謂的阿狼伊古道 阿狼伊古道 他要指定他的 他有四個理由 三個理由來指定 但是台東這邊有不同意見 第一個 屏東沒有去協商 沒有依文資法第五條去協商 這個台東 然後這個報到這個 後來送到行政院 文化部的前身 文建會在今年 去召開相關的會議 不參加 然後又怎麼樣 書面意見 然後這個又 所提的書面意見 又違反這個文資法 文化部要基於阿 再二十秒 再二十秒 文化部要基於 這個阿狼伊古道 它不是只有在屏東縣的轄期啊 它是跨越到台東縣 怎麼可以非常消極的說 哦 它因為你屏東縣 它自己公告就好了 哦 你應該 如果它真的是 符合這個自然景觀 你文化部要基於主動中央的立場 對不對 要協調嘛 而不是說阿 屏東縣它 它願意公告就好了 那台東縣不願意公告 你要去協調啊 而不是說 能讓自然景觀 它就切斷了嗎 郑委員 第一我贊成 我們文資局一定要更積極 我贊成 第二個因為它是自然地景 所以是歸農委會 但是我們應該更積極 那是主管機關是你們的 文化部的那個文資法 謝謝 謝謝